好 大家午安 大家都非常關心 今年編號第11號颱風 軒蘭諾 究竟會不會影響台灣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它的環流結構 可以說是非常的扎實 而且目前它是中台等級 您可以看到這個圖 尤其是在紅色部分 也就是它的對流包 相對的來講 會非常的旺盛 而且還蠻扎實的 到時候來到台灣的時候 很有可能就達到了 強台等級 我們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到時候北部或是宜蘭地區 禮拜四開始 又會有一些間歇性的風浴 我們來看一下 路徑的動畫圖 目前它距離大台北東方 大概是一千五百九十公里的海面上 那麼在明天還有二三這兩天 主要會往西快速的移動 不過到禮拜四禮拜五 這兩天的時候 因為在南方有一個低壓 跟它互相的逆時鐘的逐步在牽引 因此它就會滯留了 那麼到了禮拜六這一天 可以說是關鍵點了 到時候它的北轉角度如果大的話 而且它又比較靠近台灣的話 可能對於台灣就會有一些影響了 所以說北轉的角度以及速度 都會是一個關鍵 那麼從各國的路徑來看 目前看起來 現在大家的模式預測都相對來講比較一致 尤其在英國的部分 今天早上的時候 它還覺得說有可能是川新台 會直撲台灣而來 不過現在來講的話 各國模式他們都認為很有可能在禮拜六這一天 就會逐漸的北轉來往日本流球方向來行進 不過我剛剛有提到它的環流結構比較扎實 而且比較大 如果那時候是強台等級的話 那麼影響台灣可能就在中部以北一帶 我們來看一下降雨預測圖 未來的雨究竟會怎麼下呢 主要就是在禮拜四這一天 北部跟宜蘭地區就要變天了 而且可能會出現間歇性的雨勢 那麼就有觀眾朋友在問 澎湖會不會受影響呢 主要還是以中部以北為主 但是我要特別注意的是長浪的現象 包含像是基隆北海岸一帶 還有東半部恆春半島一帶 南方的海面上頭可能會有長浪 或者是風狗浪的現象 那麼到了禮拜五開始啊 北部東半部的山區可能受到地形作用的影響 因此呢雨勢就會逐漸的累加當中 不排除出現比較劇烈的雨勢 至於呢中南部一帶要分為兩個層次來討論呢 那麼禮拜五下半天 中南部一帶呢 可能就是多雲偶透光偶爾飄飄雨了 而且會有午後熱對流的現象 我們再來看一下氣象關鍵字 跟您做提醒囉 那麼今天主要來講 大台北以及花東縱谷會飆到38度 那麼午後南高平地區會出現局部新的大雨 禮拜四開始 北部跟東半部有可能會轉為 陰震雨的天氣形態 所以來看各地氣溫了 北台灣今天高溫來到35度 那麼大台北一帶降雨機會來到30% 中台灣地區今天高溫34度 而且山區比較雨勢比較大 南台灣一帶高溫34度 東台灣地區晴時多雲高溫34度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連江是晴時多雲 但是澎湖地區今天會有陣雨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證